你好你好 赶点钱吧 哟 今天收益不错呀 没少药啊这是 小伙子小伙子 这钱我不要了 你把钱还我 我会给女儿看病呢 你的钱 这个钱啊我看到了 那就是我的 你看到就是你的呀 那地下那堆垃圾 是不是也是你的呀 你是谁呀 你是不是想多管人事啊 信不信我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信我信 你看那边停的什么车呀 谢谢你小伙子 谢谢 没事大叔啊 我呀刚好路过 大叔啊 这位是 她是我姑娘 小时候 发高烧 没条件看病 就成了这样 那你 为什么带着你女儿 出了乞讨呀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和她妈妈 都是农民 早就把身体熬坏了 去年 我和她妈 为了给她看病 来城里打工 不小心把三辆车就翻了 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那每天晚上 你和你的女儿 住在哪里啊 晚上 夜神人静了 哪里人少 就去哪里 那一会儿 大叔啊 我今天出门着急 忘带手机了 你可以借我两块钱 我坐着公交嘛 大叔啊 你都这么困难了 为什么 还愿意借钱给我的 人都有困难的时候 出门在外 能帮一把 是一把 再说了 你刚才 不是就帮了我们吧 我信你 大叔啊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好 郭总 这是你要的钱和钥匙 行 你先回去吧 大叔啊 您刚才说的话呀 让我感触很深 在这个世界上 像您这样 身材之间的人 有很多 他们呢 都会为了生活 去努力的奔跑 我相信呀 你们也可以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带着你的女儿 来我公司上班 这 这恐怕不行吧 大叔啊 你连尝试 都没有去尝试 为什么急着去否认自己呢 小伙子 谢谢你 我虽然现在是这样 但是我会振作起来的 以后的人生啊 我们一定会坚强的走下去 大叔啊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来 这些钱呀 你一定要收下 先拿着把您的腿去看好了 这里呢 是宿舍钥匙 你们呀 以后也不用露宿街头了 等您的腿治好以后呀 我在公司等你们 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 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相信 您和您女儿的日子呀 一定会好起来的 加油 女儿 我们有救了 你知道吗 有点难道 你不下来 也不下来 你不下来 我们可以的 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下来